我覺得我們這些壓力 跟我們釋放壓力的東西 那個連結性 都是那個當下的連結 就像你說聽音樂 你會聯想到那個當下 對 難過那個當下 那我是因為 一樣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在冒險王嘛 然後我又不是本科系的 然後我學得又很慢 所以我其實剛才在外面的時候 壓力非常的大 那你知道當你在前面講話 一群人在後面 在你正前方 全部都是面無表情的時候 那個 那就先有壓力了 你第一集的時候你還記得那個 我現在講的就是我第一集的狀態 卡關嗎 我卡翻了 我曾經最卡的一次是 就是第一集 我一個開放 超簡單的開放 就是在一個寺廟前面 然後那時候從 凌晨四點多吧 天還沒亮 我只是要說 現在是凌晨大概四點多 然後天還沒亮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很多的和尚出來 我們要跟他們去畫園 這麼簡單喔 我從 四點多天還沒亮 講到六點多天亮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各種奇怪的 現在是凌晨四點多 後面有很多和尚 等一下六點多的時候 會有很多寺廟出來還不畫園 超快 就是各種亂七八糟 就是真的是這樣 我真的搞不懂我在幹嘛 你也沒經驗 完全沒經驗 沒有人家就直接出去了 直接實戰啊 然後 你也會這樣 對 然後 然後你一錯他們就是 這種狀態 那個時候 他們無奈反的時候 你就因為壓力更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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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還不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是因為整趟下來 其實狀態一直是這樣子 所以製作人就說 你這樣子 反正你下個月沒有要出班 你回公司 回台灣之後 接下來這一個月 你每天來公司看拍攝帶 看毛袋 我就真的每天都就蹲在那邊 然後一直看拍攝帶 然後你就會看到 自己所有的籌樣 所有 對 然後甚至開始了就是 在攝影機旁邊的雜音 你都會聽到 有一次我那個 一樣第一集的狀態 那是我在一條河裡面 跟一隻大象在玩 其實是一個很好玩的畫面 是安全的嗎 安全的 然後我在那邊幫他們洗澡 玩啊 玩啊 然後我就看到遠遠的 他們在岸上掉那個畫面 然後我聽到旁邊開始討論 就說 你到底哪裡找這個主持人啊 講話不好好講 然後反應那麼慢 這很笨耶 你到底哪裡找 就你這一堆就走 你知道自己在那個前面聽到 你真的就是 超想哭耶 真的 超級想哭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 很想 蠻有想放棄的那個念頭 但後來 他們是故意講給你聽喔 還是真不知道你在睡裡 他們 他根本沒想到我回去 就去看拍攝袋 因為那時候回來之後 製作人才叫我去看 剛好收到他們的音樂 對 那個之後我就開始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後來沒多久之後 又馬上出班 那每天晚上回到飯店 我不知道怎麼排解這個壓力 然後我就開始想到 我小時候就是很喜歡 拿張紙在那邊塗鴉 所以我就拿著我們的腳本 然後就看了那個東西 就開始亂畫 有時候可能是隨便畫 有時候可能是畫一些 我今天看到的東西 畫著畫著我就發現 欸 畫畫可以讓我放鬆耶 然後就慢慢的 反正我只要遇到這些狀況 我就亂畫個東西 慢慢畫出 大家開始知道說 我會畫一些插畫 然後我可能貼在 我開始把一些故事 甚至現在我會畫一些 我家狗狗貓貓的故事 所以你設計那個T恤 也是你畫的 對 對 所以最後慢慢是 不是這一件 不是這一件 是我現在手機背面的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這隻狗的頭 就是Husky的這個頭 就是慢慢畫到說 我現在快要有自己的 這個品牌的副業出來 對 畫出心得 對 然後我那時候也想說 這個東西我還想跟那個 洞寶做結合 這是現在的想法 但是那時候畫到就是 像我的風格就是這種 就是我喜歡畫動物 我反而沒那麼喜歡畫人 好可愛喔 所以這個是我那時候畫 十二生肖在賞月 看日褲嗎 賞月 賞月 對 因為月亮那時候 是要結合一個公益活動 好可愛喔 所以我就想畫這個 然後平常主要會畫 我家狗的話 就是一隻Husky 那時候牠就是在 兩體中這樣子 好可愛喔 在兩體中 對 很愛設計 所以除了這個有一次 我覺得我有點瘋狂 是有時候半夜壓力很大 然後睡不著 然後突然間 不知道哪來的靈感 靈感都是莫名其妙來的 靈感一來 然後我就馬上彈起來 然後開始就畫到早上 像我現在手上這個是 因為我家Husky叫ABBY ABBY 這就是我設計ABBY的 ABBY的英文 然後我畫成有點圖騰 有點抽象 但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巧思是 當它反過來之後 它是一模一樣的雙向圖 對 一模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真的是半夜睡到一半 彈起來畫這個 然後半夜彈起來畫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旁邊 這個行李箱 這是 這個好像外面賣的喔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足球 它就好多格子 然後我一樣是半夜 那天真的是壓力大 睡不著 什麼事好像也是跟工作有關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就起來 我就看了那個行李箱 因為好像又快出班了 然後我就看了它 覺得說來畫畫好了 我就把我還沒去過的地方 像羅馬競技場 復活島 然後埃及 想做的事 譬如說我們會在空這種 我就全部把它畫上去 然後那天真的就畫到日出 一個清單這樣子 對 我就把它畫在上面 然後就像是這個行李箱 就是我未來的一個目標 好有意義喔 然後畫完之後心情超好 好棒喔 一個轉面 對 一個轉面 那個時候紓壓沒想到 現在變成技能 技能有可能會變成養家活口 對 還可以幫助動物 還可以幫助動物 還可以給人生另外一條道路 是 還是莫名其妙 摸摸摸的 所以要感謝那隻小巷 希望那隻小巷 那隻小巷 那隻小巷 剛剛我們就攝影師那隻畫 應該是要感謝那個 那個攝影師 冷嘲樂透那個 還有另外一種紓壓風刺嗎 對 還有另外的設方 一樣幾年前那時候 也不是新人了 但是工作並沒有那麼穩定的狀態 然後以前一定不懂事的時候 一定會簽一些什麼 你說信貸也好 車貸 然後信用卡 這些東西 然後就滾了很多 很可怕 對 滾了很可怕 那時候壓力很大 但本來還算有點小聲音就是 我爸媽必須都沒有要我拿錢回家 之前 之前的時候 所以我雖然這樣很緊 但月光的狀態下 其實每個月這樣還撐得過去 但就在幾年前真的遇到一個狀況 家裡真的需要幫忙了 然後我又是長子 就算爸媽不開口 我也真的需要出來嘛 然後爸媽也真的有就是示意 那我當然要出來啊 可是那當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 伸出那一筆錢 真的想不出來 真的沒辦法 但剛好在那個同時間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去做這件事 那就是同時間在進行的時候 我那時候開始拜師學料理 對 然後 自己在做菜的過程中 其實本來就很開心了 然後本來也沒有什麼錢嘛 所以自己做菜 自己買東西回來做的菜 是最省錢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 我開始會把一些我做菜的成品 過程貼到那個頁面上 那陣子就有一些朋友也好 或者是製作單位也好 找我去做一些像是料理的節目 或是當來賓 甚至我跟朋友自己還開了一個 做了一個網路節目 完全在做料理的 就因為這樣子 開始有一些些收入回來 然後慢慢的可以把這個洞 就是補起來 所以這件事 那個時候才這樣解決掉 那我也在那個時候才發現說 料理這個過程中可以讓我 因為我每天想要起來想到錢 那真的是 我真的看到那個臉都是黑的 那很煩 超級煩 只有當我踏進廚房 火一開 好爽喔 那個當下 就是說 聽到那個東西下去那個 然後出來成品又香 你有縱火的心 縱火我就知道你要說這個 我等一下就在這邊縱火 所以你料理背後的故事 是這麼感動的 因為當然有經歷過這些 所以讓我發現到料理 對我有這麼療癒的一個功效 音錯 洋叉 料理 對 然後我也變成說 開始喜歡去逛傳統市場 超市也好 都好 然後其實以前在書外景的時候 我很討厭去傳統市場 因為以前那時候 還沒那麼會主持的時候 市場是一個很難駕馭的題材 因為現在語言又不通 你其實很難在裡面 把它弄得很活潑很好玩 所以我以前很討厭 但剛開始就是接觸之後 然後我去逛市場才發現 你在市場裡面很有趣耶 就是雖然聲音很吵 但是他們講話內容 你偷聽其實蠻好玩的 然後你每天去市場看到食材 他們會出現的東西不一定一樣 那偶爾你會發現一些 你沒有發現過的食材 新的食材或是你沒有料理過 你就會覺得 這東西可以來玩玩看喔 所以我今天就帶了 而且這個還是我 昨天才發現的食材 是什麼 香菇嗎 它不是香菇 它這個名字叫做 蘑菇 松本蓉 可以吃的嗎 可以啊 但我可以拿到那邊 就做一個示範 可以啊 這個呢 其實它不是只看到 就是長這樣而已 我有稍微加點東西 我現在開其中一顆 好 它這一顆它本來 它能夠這樣站著 是因為我把底部切掉了 那個小巧思 然後因為它真的長得太可愛 那個上面蓋子 所以我把蓋子做了一個設計是 打開之後我裡面挖了一個洞 其實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對 那什麼 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明太子 明太子 太白了啦 所以你懂不懂料理啊 你把它當成一個容器 然後 好可愛喔 所以我挖了一個洞 然後把它塞進去 但其實很多料理 很多食材 我有試著去 就是開過它 或是解剖它 我在挖這個洞的時候發現 它這個觸感 因為這個菇 那時候我上網查 它說非常的 大家都很推 我在割的過程中 它很不像菇 很像豆腐 這麼軟 對 然後為什麼我當時看到它的時候 我會這麼開心 是因為第一個它是全新的食材 所以我那時候才發現說 我發現新食材的時候 會有一種就是小朋友拿到新玩具 很High很High的感覺 然後製燒 然後我是主要要製燒它的名太子 好漂亮喔 厲害耶 好香喔 我已經聞到那個 好 味道 其實重點是希望它可以有一種就是 焦香味對不對 對 焦香味 跟我們平常吃菇的時候 會覺得菇的味道很... 比較單一 口感比較單一 有一個菇味 對 它就菇味 有菇味嗎 所以讓烤鍋之後 想要讓它裡面它會繞在 好香喔 我來了 OK... 小心燙 我來拿一個 因為它的... 它的閃頂跟聚能力位置的味道 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 其實不會很燙耶 那我們用蒜拿就好了 對啊 好吃耶 OK嗎 那它整個吃是不是 像吃漢堡一樣 對啊 吃漢堡 可以像吃漢堡一樣 小心手... 很燙 現在有身體不舒服的感覺嗎 好像在吃什麼味道 這應該就顯不及了 對啊 很恐怖 很恐怖 等一下 這我菇味我處理過了 很恐怖 好 好好酷喔